过于好笑和梦幻 一个卖力叛国的汉奸被美国打成中国间谍 美国已经反华反魔政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反华反魔政了 一个卖力叛国的汉奸被美国打成中国间谍 自中国通过反间谍法以来 这段时间中方多次公布打击外国间谍的案例 其中大部分是美日间谍 甚至直接点名美国中情局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通过这部法案的时候 日本和美国如此反对了 记得在7月份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甚至公然叫嚣 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经取得了进展 正努力构建强劲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 间谍这种事 美国都能公然拿到台面上炫耀 果真是没有任何道德包袱的国家 而从伯恩斯的话中也能得到一些信息 也就是说CIA在中国的情报体系 已经长期没有恢复 到现在才重建起来 美国纽约时报曾经透露 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从未停止对外国间谍的抓捕 在2010年美国在华情报体系更是遭遇毁灭性打击 而此后CIA一直都在卖力重建对华情报网络 甚至在前几年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 公然招聘懂11种中国方言的特工 美国在积极重建对华情报网络的同时 更是在自己国内大肆抓捕所谓的中国间谍 在2018年特朗普执政时期 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计划的行动 以应对所谓的来自外国的安全和技术威胁 而美国FBI更是专门针对华裔工程师 科学家学者等人群进行洗澡和调查 甚至还有很多人被误补 有的打官司打了好几年才被无罪释放 这个计划也在美国业界引发批评 很多著名大学教授联名抵制 认为这会破坏学术环境 并影响美国的人才引进计划 之前这些如果说是特朗普的锅 那拜登政府也不晃多让 而且更加荒诞 此前在美国常年依靠散播中国崩溃论的美籍华裔 张家敦在福克斯新闻上夸夸其谈 声称中国非法移民都是军人 他认为这些移民能够花几万美元来偷渡 可见并非穷人 其中还有一些达到服役年龄的男性 以5至15人的数量组队走线 假装不惠英语 还参加过中国军队一事 比如银雪 正常人看了都觉得言论过于离谱 但是美国好像挺相信这一套 美国边境管理还带着媒体去采访那些走线的人 那些偷渡的都是去美国追求信仰的 没有比他们更忠于美国的了 美国人却把他们当成间谍 也是过于滑稽了 然而美国抓中国间谍的优戏 已经从这些偷渡人身上烧到了高华身上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 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副主席于怀松 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指控为中国间谍 这个人从上世纪80年代就移民美国了 也是比较臭名昭著的反华分子 制裁香港造谣武汉疫情 要中国为新冠负责赔偿等都有他的份 这么多年也终于因为积极反华 混进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权力核心 更搞笑的是去年他就一直声称 中国间谍已经渗透进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内 甚至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扬言要揭露他们 然而没想到今年自己就成了 那个被指控揭露的间谍 在罢免于怀松请愿书的文件中指出 出生在中国的于怀松被许多人质疑忠诚度 意思就是只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被质疑中国间谍 虽然最后于怀松没有被罢免 但是媒体形容 即使有不少共和党朋友替他辩护 但这些传言已经站稳了脚跟 这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你爱美国 美国爱你吗 美国人就是把二战时 迫害日益美国人的剧本 拿出来继续用罢了 美国政坛离麦卡锡主义 2.0版本也不远了 麦卡锡主义是指上世纪50年代初 在美国兴起的反共极右主义势力 他们恶意诽谤 肆意扑害 一切持有不同政见的人 以前是针对苏联 现在又瞄准了中国 一个卖力叛骨的汉奸 都被美国打成中国间谍 只能说美国现在已经对有任何中国元素的人或事物毫无理性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2.0版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